我们都知道为了健康要定期做身体检查 其实公共建筑物也是如此 八里区公所对于区内的公共建物都会排班进行固定的检查 如果需要结构补墙也会申请经费来进行诊收 为了维护公共建物的安全 八里区公所会排班进行固定的检查 包括了外墙防水、水电管线的修复等 希望透过巡回检查确保建物的安全性 我们八里区针对我们区内 比方说像是我们旧的行政大楼 还有我们现在现有的活动中心 老人关怀据点、社区关怀照顾据点等等 其实这样的公共停舍 其实我们都是持续的进行相关的结构的巡检 包含这一次我们在做大海老人公共中心这一块 其实也是经由我们之前的巡检 检查出来它在结构上面 它比较不符合现在的法令规范的强度 那所以后续我们就去进行了相关的结构补墙 以大坎老人文康活动中心来说 就是透过固定的检查 发现有需要修复以及补墙的地方 区长也感谢市府补助经费 完成活动中心的相关修缮 因为我们这边地方也有相关的经费 那这次市府也很帮忙 因为我们大概雇出来经费大概有500多万 所以在去年呢 经由市府的预算的竞争型预算的审查会议 那我们就巴里区公所这边就提出来 那非常感谢市长跟市府的协助 那我们成功争取到这笔经费 那我们在今年也投入相关的一个征修工程 那也顺利的完工 就像人需要定期做健康检查 公共建物透过专业的技师检修 确保建物的结构是符合相关的规定 也让民众使用起来可以更加安心 记者沈仲林景瑜巴里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